第九章 論前約的條例 至聖所 有金香爐 有鮑金的藥櫃 櫃裏 有聖馬拿的金冠和阿倫法國牙的像 並兩塊藥板 櫃上面 有榮耀基路伯的影 照著詩恩作 這幾件 我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這些物件既如此預備齊了 眾祭師就嘗盡頭一層帳幕 行拜上帝的禮 至於第二層帳幕 唯有大祭師 一連一次獨自盡去 沒有不帶著血 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聖靈用此指明 頭一層帳幕 凝存的時後 進入至聖所的路還未顯明 那頭一層帳幕 作現今的一個表揚 所獻的禮物和祭物 就著良心說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這些事 連那飲食和諸般洗作的規矩 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振興的時候為止 耶穌一次獻上自己 成了永遠屬罪的祭 但現在 基督已經來到 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師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 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屬服這世界的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毒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進入聖所 成了永遠屬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並無牛毒的灰 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誠聖 身體潔淨 何況 基督藉著永遠的靈 將自己無瑕無癡 獻給上帝 獻給上帝 他的血 豈不更能 洗淨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侍奉那永生上帝嗎 為此 他作了身約的忠保 既然受死 屬了人在前約之時 所犯的罪過 便叫蒙照之人 得著所應許永遠的產業 凡有遺命 必須等到留遺命的人死了 因為人死了 遺命才有效力 若留遺命的尚在 那遺命還有用處嗎 所以 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納的 因為莫世當日照著律法 將各樣戒命全給眾百姓 就拿豬紅色湧和牛失草 把牛毒山羊的血和水 灑在書上 又灑在眾百姓身上 說 借血就是上帝與你們納藥的憑據 他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 和各樣器皿上 按著律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著天上揚色作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 但那天上的本物 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 因為基督並不是盡了人手所造的聖所 只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 乃是盡了天堂 如今 為我們顯在上帝面前 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 將那大祭司 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如果這樣 他從創世以來 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 在這末世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 好除掉罪 按著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且有審判 像這樣 基督既然一次被獻 擔當了多人的罪 將來 要向那等候他的人 第二次顯現 並與罪無關 乃是為拯救他們 在這末世的角落 現在正地不去 他在臨海 罪人家 貢獲 他在海外 罪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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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